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哈瑟欧斯 下山画寺系列 然后我们先来点音乐吧 今天是我们下山画寺的EP2 就是第二集 其实之前我想去 去录一些其他的话题 但是有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插进来 就是最近很多人来咨询 清白的生活 可能最近一些关系吧 然后大家关注到一些 国外的一些生活 然后我整理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说我要回答的 我很想回答 但是就是我真的是没法去回答 比如说 它是一些很宽泛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清白生活怎么样 清白生活好不好 清白生活便宜吗 你们生活一个月花多少钱 然后买房子要多少钱 孩子读书要多少钱 就拿其中几个吧 比如说清白生活怎么样 我没法去回答你怎么样 对吧这个太宽泛了 如果要跟你细聊的话 我觉得我说三天三夜说一个星期可能都说不完 至于很多就说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包括说买房子要花多少钱 这个真的就是因人而易 其实这些问题用四个字因人而易都能回答你 但是如果就回这个四个字的话 等于没说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之前发朋友圈的时候 等于有点像 爸爸牢骚吧 但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就说的确 其中很多问题我也想问 但是就没好意思问出来 那我说OK 我就开放了我公众号 我发了一个帖子 然后就说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会一一的去回复 然后我先把这几个问题说一下 比如说一个月花多少钱 同样是我们家 我刚来的时候跟我现在的状态 花费可能要相差好多好多 因为刚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未知 一切都是未知 所以说花的会比较节省一点 当初我以前有视频说过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翻阅以前我有说过这个问题的视频 当初我记得我平均算下来的话 因为刚来的时候我们会记账 平均算下来差不多人均一千块人民币 可以在这边生活了 而且当初我们住的房子 是租的房子 然后就比较小 所以水电消耗也比较少一点 因为花园也比较小 然后那时候电费 我记得每个月差不多也就一千多株 然后如果说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 一个月可能八九百株也够了 水费基本上就一百多株 但是我有听说过 有些人在这边一个月花个六七千株的电费 甚至于一万多株的电费 包括水费也是花费的很厉害 可能人家家里有泳池 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差很大 我还听说过有些人在清卖 就是他的电费可以用到一百多株一个月 就是这个连我都很难去想象 因为当初我觉得我们家已经算是挺节省的 几百株折合人民币就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不到吧 但是如果一百多株的话 就二十几块钱人民币 可能每个人用法不一样吧 对吧 所以这个相差会很大 还有就是说新卖买房子要多少钱 如果大家一直有关注我的看房日记的话就知道 这个相差也是相当相当的大 包括我们最近拍的看房日记 很多都是一些豪宅 这些豪宅可能相比其他国家 一些美国那些豪宅都不算太好 但是对于我们 就说我上海人吧 对于上海人来说真的算是豪宅了 这种七千多万的种 上海可能就买一套公寓的钱 这边就可以买很大的一个地 但是国情不一样 现在也有些朋友说 盖盖你怎么不去拍一些 几十万的 一百万以内的 因为如果大家想看这种经济型的别墅的话 可以翻阅我以前的看房日记 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太多了 然后说实话都大通小异了 因为如果几十万的房子 它的差别 仅仅我觉得就是在它的地价和它的位置 因为房子都大通小异了 就我基本上现在瞄一眼 一看就知道这个房型都不用进去 就知道这个房型大差不差是什么样了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少的去拍这种经济型的房型 如果大家对这种房型 便宜的房型 就实用型的房型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上面会有一些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房产的一些信息 然后还有人问就是泰国哪些城市适合生活 这个说实话 真的是很难去说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曼谷不太适合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从上海来的 就是上海跟曼谷太像了 如果说我还是想去曼谷这样地方生活的话 那我可能就待在上海了 因为没有太大的差别 也不能说没有太大差别还是有差别 但是还是那种大城市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有一个反差 我想有个更不一样的 但可能说你本来就生活在国内的三四线城市 甚至于更小的一些城镇里面 本来就很向往像上海北京这种大都市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说曼谷就特别适合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一个而论 我觉得除了曼谷这种大城市 节奏相对来说快一点的 城市来说 泰国大多数的城市 我觉得都挺适合生活的 如果你喜欢海的话 很多人选择普吉岛 包括帕太亚 这种海边的城市 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不同城市可能它的消费会差很多 比如说普吉岛 曼谷一些 可能消费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更小一点 其实跟我们国内一样 更小一点的城镇可能就是说 它的消费会更便宜一点 另外还有人跟我说 孩子读书要多少钱 这个也是相差很大 就有些国际学校很贵 包括曼谷跟清迈的 这个差价就很大 曼谷就拿我朋友来说 他们家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 要三十万人民币左右 还不算曼谷很好的学校 但是在清迈来说的话 我儿子学校差不多四五万一年 四五万一年 所以说这个差距也很大 然后还有人问我 泰国和某某国家 比如泰国和日本怎么 你怎么选 泰国和菲律宾怎么选 泰国和马来西亚怎么选 所以说我们 我不能给你太多的建议 因为很多国家 可能我自己都没去过 我也没有发言权 我只能说 我现在就喜欢这个地方 对吧 那我的选择就是在这边 如果说 我觉得另外一个地方 比泰国好的话 我可能 你看到我 可能就不是麦村的盖盖头 就不是在清迈的盖盖头 可能是在日本的盖盖头 在马来西亚的盖盖头 对吧 所以我的选择 我在哪儿就是我的选择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我也是 问我其实也是白问吧 然后我们现在切到正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读 就是观众的一些留言 然后 这个公众号下面所有留言 我都会回答 首先有一个 就是说 中年人是否可以申请语言签证 想去适应一年再多打算 也不至于浪费钱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中年人可以 老年人都可以申请语言签证 包括小孩子也可以申请语言签证 我觉得都可以 没问题 以前来说的话 如果现在的政策不清楚 如果以前来说的话 最早大家选择的都是一些语言签 但是可能说我之前 我们来的时候 就是17年还是18年 18年的时候就碰到过一些问题 那边曼谷那边好像就是查到了一些语言签证的问题 那些人在泰国做的那些 算是诈骗吗 还是什么 反正被警察抓了 然后就查他们的签证 查完以后就查到了很多就是相对来说不珍贵的签证 后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所以也导致我们18年出来的时候 原本可以三天办出来的签证 后来我老婆跟我儿子的签证 办了三个月才出来 我们泰国上海来回飞了好几次 所以说办签证的话 我一般 都是我一般 我一直就是强调 办正规的签证 明白 就是我以前在泰国长期签证里面也说过这个问题 办正规的签证 我们在国外就不要去什么打擦边球 然后做一些 就是不正规的事情 我们尽量把所有东西都做得合理合法 好吧 然后还有个人跟我说 Sawadika 对 他应该是个男的 我看 但是他上面说Sawadika 就是这边我再说一下 就是很多游客过来 也是说Sawadika 男的Sawadika 其实男的可能要闭嘴 如果你会弹舌的话 我不会弹 然后Sawadika 男的要闭嘴 男的女的可以说Sawadika 所以有时候夜市的泰国人会给你纠正 我们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我儿子那时候跟他 跟小谈犯说Sawadika 然后因为我儿子长发 然后小三方以为他是女孩子 然后说你应该说Sawadika 他说不是 我是Puchai 就是我是男孩子 所以我说Sawadika 所以这时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他说 请问盖盖头 怎么给孩子在青迈选国际幼儿园 有什么学校推荐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学校的问题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 在我的概念里面 学校没有 没有说什么好与坏 除非说有些学校 就沉稳是为了赚钱 敛财的那种学校 可能我就不太推荐 如果说一般来说 都是真真估计的学校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得看 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 前两天我跟两个厦门的观众朋友 也在聊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有两个孩子 不同的孩子就适合不同的学校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两个孩子送到不同的学校 接送又产生很大的问题 由此你就可见 就是同样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 他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出 他们两个孩子就适应不同的学校 有些孩子就是读书特别棒 他就适合那种去读那种非常严谨的一些学校 有些孩子他深信就是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 像我一样比较爱自由 比较爱玩一些 我觉得他就适合一些相对来说 没那么一本正经的那种学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法一概 就得看你自己的孩子 他的性格怎么样 然后看他喜不喜欢这个学校 所以说我觉得孩子开心 就OK了吧 然后还有一个留言说 我很想你介绍一下青麦整个区域的道路状况 道路状况是什么意思 是说 我不太明白 是说青麦的路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土路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几年我在居住这两年 明显感觉青麦到处都在修路了 就是我们哪怕有时这种小的乡间小道 都是铺的柏油路 所以说我们现在跑山就特别开心 全是柏油路 我上次隔离完隔离了两个星期 然后过去看 我全部全新的柏油路铺好以后 就跑起来特别舒服 我不知道你指的道路状况 是不是这个道路状况 还有一般你们在哪个区域活动 哪个区域活动 你住在哪个区域 基本上就在哪个区域活动 但相对来说 大家比较有名的 就是说航东区就中国人比较多 然后因为国际学校比较多 然后人多了以后 他的配套各方面就越来越好 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就是越来越热闹 然后你想要的东西都会聚集在这边 有商家什么都会在这边 所以说看人怎么看 有些人说我不喜欢跟国人居住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东西分两面 就说比如说杭东这边中国人多的地方 他的生活的确是很方便 对吧 各种各样的配套 你足不出户 可能在小区里面 我们就可以买到一些生活的用品 就很方便 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怎么看 怎么去选择 另外一个最好可以对照下地图 地图 地图我就没法 一般来说 我觉得住在 我刚说杭东就是古城的以南 然后 有些人可能说对学校 没有要求 想要更风景漂亮一点地方 可能就是靠梅林那边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 之前就是有很多的开发商都把 就是区域选择在三根攀那边 等于算是一个 觉得是未来比较有发展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未来的机场可能就建在三根攀 所以说三根攀那边呢 相对来说配套没有那么多 但是未来就不太清楚 还有Doi Sake那边 散散那边也会有比较多一点 但是说散散那边学校什么 就选择会比较少 然后 其他的好像 其他一些小的区域的话 大多数还是泰国人居住的比较多一点吧 然后还有什么 每个区域的经济消费能力怎么样 就我刚才就说了 就是经济消费能力可能最强的 可能就是杭东这一块了吧 然后梅林那边好像还有也有一些 不好有钱人住在那边 但那边都是一些豪宅 大的豪宅了 可能你也见不到 但是 梅林那边我也不太熟 那边好像配套啊 各方面商业比较少一点 没有那么多 就是自然环境啊 就山小夏啊 什么自然环境会比较多一点 经常听几环几环没概念 那你看地图就知道了嘛 有一个环线嘛 我其实我到现在都分不太清楚啊 就是我知道三环 一二一这条三环 然后二环应该是二三零二九 那条是二环 一环 一环算是哪个 算一环 可能这个里面 以内就是一环了吧 这个 我一般不以环线来去定义 我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也不看什么环线 然后有人也说 建议我去直播啊 然后可以call in啊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啊 就是说 我也 我也很纠结 就是 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心智口快 直播 直播我怕惹祸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一些话 说完以后怕我脱口号出了 像我现在录播 我就很很放松嘛 呃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大不了我到时候 剪片的时候 我把它给卡卡剪掉 我不想 就说漏嘴的 或者说说的过分的 我就剪掉 但是直播来说的话 嗯 好像很多很多惹祸的事情 都是在直播上的 所以我暂时 其实我也想 因为我很少 我很少跟观众去互动 我为什么会 说公众号里面去留言 我不去看视频下面留言 因为 呃 我三年以来 我很少去看留言 为什么就是 只要就是乱七八糟 人很多 我也不想去 我本来在青麦 每天很开心嘛 我也不想被一些留言 去影响我的心情啊 包括很多人会说 啊 你不要去管他们啊 但毕竟都是人嘛 我本来每天早上呃 醒来以后很开心 可以看摩托车 但是很多负能量 我看一下留言啊 就就搞得我心里很不开心 没必要 所以我就干脆不看 对吧 可能可能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我心里素质也没那么高 对吧 我就呃 知道会不开心 就不看吧 呃 直播这个 我觉得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跟我这样交流的话 我可以定一个 比如说每周五的下午呃 五点呃 我可以开我的微信 然后大家可以call in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节目 然后算是录播 我还可以剪 如果如果碰到有些东西 我还可以剪 我觉得这个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真的让我做直播的话 我心里压力会很大 我每次每个字说出来 我得咬文嚼字呃 对吧 现在的这个舆论 环境 大概大家也知道 呃 好 我们说下一条 然后想知道每个月花费多少钱 刚才我说过了 每个月花费其实相差很大的 我刚才呃 只说到我刚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计算差不多人均一千人民币左右吧 呃 也就是说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价格 这个钱一千人民币左右 在清漫可以呃 生活 一般生活吧 一般生活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可能费用会高很多 因为我有很多车 然后要去保养啊什么 我也不记账了 所以我没法从每个月消费多少钱里面去看 哪些是我的固定消费 哪些是额外的 所以我也没法去说 嗯 然后那边如果购买大额保险 大额保险得看多大额了 如果像医疗保险的话 呃 我现在就按我个人来说 我现在一个 我是四十岁左右 然后我一年的保险费两万四千泰铢 那就是 哎 不是两万四 哎我是多少 哦 不不不 没有两万四 好像两万出头 反正我记得四千多块人民币吧 但是 它的保额是五百万泰铢 然后 但是门诊是不保的 所以这个又产生到 我呃 之前有说过这个问题 呃 我们以前去发烧感冒啊 去看医生啊 医生都让你住院 我就觉得哎 这个泰国的医院怎么也是敛财一样的 呃 其实他就是住院了 你就可以进保险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保险门诊是不保的 所以说他的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 呃 一年下来是 两万 两万出头一点吧 四千多块人民币 然后如果你要买全保的也有 那这个金额就是价格会很高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买保险就买买个大病吧 就小病其实在这边私立医院看也花不了多少钱 一般来说我们小病的话 发烧感冒 发烧感冒可能我们都不去 不去医院 就是 药房里面有药机师 给我们配一点药 呃 如果说真的 有一些病要去检查的话 我觉得我们每次去私立医院也没有花太多钱 呃 我只是跟我们上海公立医院区相比啊 我没有花太多钱 所以说一般小病的话 我觉得 如果真的说你发烧了引起到肺炎了 你就直接跟医生说我住院嘛 对吧 住院就直接可以进保险 你签个字就可以了 方便的话可以介绍一下清迈的养老院 这个我倒是真不清楚 但是我也听说过 呃 因为我们中国人来泰国或者说来清迈已经算是最很晚的一批了 最早期的其实很早有日本人他们过来 日本人他们在这边养老的好像这个圈子啊 就是他们已经做得很完善了 呃 一些养老院啊 那些 我之前可以去 我 我之后可以去打听一下 打听一下看一下 就是说去了解一下 呃 我觉得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来泰国住养老院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吧 对吧 如果是养老院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在国内了吗 还是说你带着 如果说你带着父母过来的话 我觉得就跟自己住一起了吗 对吧 那我觉得没必要去住养老院 如果说你要就老人单独到这边来的话 呃 如果你是要住养老院这种方式的话 我觉得就没必要出国住养老院了吧 我觉得国内一些养老院 好一点的 我觉得高端一点的 还是还是可以的 呃 好 我们说下一条 英语泰语都不懂 也能在泰国生活吗 有 有很多英语泰语都不懂 这个我上次有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上一期我们的EP1里面 呃 就说过你适不适合出国 当然你不懂泰语 不懂英语 刚才我说的 你在华人圈里面混 呃 也是OK的 生活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乐趣可能会少很多 也会 多一些烦恼吧 你知道就有些事情就是 会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你说完全不能生活吧 也不至于 而且在泰国有很多就是懂 懂中文的人 中 泰北 我觉得特别太北吧 可能靠云南那边比较近一点 他这边的中文普及相对来说要更更广一点 然后每次视频说土地是红色属性 对我会把一些我们的我知道的一些状况尽量去说出来 呃 在我们看房日记上面去体现出来 他就是说呃 泰国的土地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类 呃 不同的颜色 它的使用的 怎么说 用途 不同的土地 它用途不一样 比如说它有些是能开工厂的 有些是只能造学校的 有些只能造庙宇的 呃 有些是可以做商业的 有些只是农业耕地的 呃 有很多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在这边展开了 然后 我们看一下下一条啊 能谈谈清脉和国内的教育 呃 能谈谈清脉和国内在教育社会生活上对孩子成长方面的感受吗 哦 这个这个其实我倒是真是感触挺多的 就是呃 我儿子来这边读书了以后 可能就是学校的教育的方式 包括可能就是嗯 环境吧 他可能上课没有像我们国内说要呃 因为那时候我儿子直接出来读小学了嘛 所以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幼生小 因为在幼儿园大班时期呃 已经开始灌输一个幼生小的概念 就是很多学校呃 幼儿园里面就两个手要放在后面要怎么样就做规矩了嘛 但我儿子那时候完全没有做规矩 就我看到老师发给我们的图片就是照片 很多孩子都是很很认真的做的呃 上海话叫别工别整就很工整的 然后只有我儿子那边吊儿郎当的 所以那时候我老师可能也知道他要出国 所以也没有去去要求他 我觉得可能 规矩方面啊 我们国内可能更更强一点吧 就说呃 我儿子也没有在国内读过小学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化 但是我至少知道 呃 比如说你要小便啊 上厕所啊 你上课时候是不能去的 但是这边可能你要上厕所就举个手 跟老师说一下你就可以去上厕所了 呃 这只是一个例子啊 呃 这个区别 所以就造成了 我儿子在这边 他的 他没有那么多局限性 包括我们去开家长会也是 家长会就是说老师会一对一的嘛 一对一的 然后把那个成绩报告交到你手上 然后学校也没有什么半级历明 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排名 可能学生跟学生之间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排名多少 呃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可能心理压力没没那么大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心理压力也没那么大 然后呃 我就谈一下老师 我们开家长会 老师跟我谈的一些东西吧 刚来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 我儿子英语不是太好吗 就是在学校 等于就不会零基础嘛 然后连着两 一个月去学校两次被小老师叫过去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被老师请家长 是件很严重的事 你知道就 我老婆心理负担也很重 是不是 我儿子在这边读书不行啊 什么 然后那时候的班主任 哎 他看到我老婆很紧张的时候 他就说 哎 你不用紧张 我们只是在讨论 怎么把Quentin的英语给提高 然后没有什么态度 因为他刚来嘛 刚来的时候 呃 老师也想知道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所以说呃 老师反而来劝我们 然后他说 呃 其实 之后就不用担心了 他的母语基本上就像英语 就是英语成为母语的 然后老师反而会来宽慰我们 然后也会 呃 有有有有一次 那个老师跟我说一话 就我特别有意思 他说 就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刚打招呼 他说哎 你好 呃 最近怎么样 然后 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 我说哦 好像没有带孩子 他说你带孩子去酒吧了吗 啊 我儿子一年级小学 一年啊 我说带孩子去酒吧 他说对啊 就是听嘛 这边很多酒吧里面音乐很棒啊 带孩子出去看看啊 听听音乐啊 很好 哎那时候我就 刚来嘛 一个反差就觉得 哎 这边老师怎么会 让家长带孩子去酒吧 然后有些呃 现在一些班主人 因为他每年会换了一个班主人嘛 现在班主人都会说 说我儿子写字 不是那么工整 然后我说哎 对我也知道他不太爱写字 就不是那么工整 他说那呃 那时候班主人是男的吗 是一个是美国人 然后他说呃 其实他是男孩子 就是如果能写的更好的话 那是更好了 但是可能不能跟女孩子比嘛 女孩子可能更擅长于这方面 呃 他说我那么大了 已经做老师了 我写的字其实也不怎么样 我妈也一直在在说我 但是他说啊 我很喜欢就是 昆天他很有创造意识 就是他的创造能力很强 然后老师会看到 呃 学生的一些优点啊 会跟我们说啊 就是 我觉得每次开家长会 就像跟朋友聊天 没有那么多 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所以这是我孩子教育的一个感受 社会生活上的感受 呃 这个好像就比较广了一点 就是 嗯 反正我在这边 我每天就感觉 比较惬意 就防人之心 对 防人之心 没有像我们国内那么严重 就是 比如说吧 我去买 买 买菜 或者说买水果 我基本上都让 就是摊主自己给我拿 因为通常我自己买的 刚来的时候 那时候不了解怎么去挑 比如说山竹吧 我们肯定要挑大的嘛 但其实挑山竹要挑软的嘛 那我们不知道 我很多次买的 自己买回去 都不好 然后我后来都是让摊主去挑 他都会挑好的给我们 然后 不好的都扔掉 所以说 就 包括我有时候出去 呃 开些老爷车 有时候 比如像之前我开Monster Monster有一个通病 就是说 他的启动电机热车的时候 就发不着 呃 但我开Monster出去的时候 后来也没有什么很担心 因为我知道就是 我真发不着 会有泰国人主动上来帮我推 所以说 呃 在这边安全感会比较 反正我在这边 我感觉就是出去 你不用太担心 太担心 呃 防范心不用那么强吧 就 就 就说到这吧 呃 再说下去可能又敏感了 呃 然后 最后一条留言啊 他说想聊 你好 想了解一下 微留学相关资料 我不明白 微留学是什么意思 其实 其实我现在对于很多名词 我都不是太太太了解 包括什么旅居啊 呃 像这种微留学啊 我 我不太了解这种 微留学算算是什么意思 嗯 留学 如果纯粹留学的话 我刚才就说了 就是留学就差不多 跟前几个问题一样 微留学是准备在这边 呃 读一个月两个月 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参加夏令营嘛 起码有很多夏令营 如果说像过来 读个一年两年 锻炼锻炼英语 然后再回到体制内的 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多次啊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就不要出来 折腾孩子折腾钱 也折腾经历 就没没没必要 然后孩子回到国内体制内的话 可能又不适应 所以说我觉得 呃 有些新名词好是好 但是 我觉得有点没道理 就是说呃 旅居什么旅居 我我其实到现在不太明白 旅居是什么意思啊 要不就移居 要不就定居 旅居是 在这边住两个月 那边住两个月 那其实就跟旅游 没有太大区别嘛 对吧 就长期的旅游嘛 就 我可能我的思想跟不上 现在很多的新名词了吧 对吧 呃 反正差不多就这样 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 呃 提问想问的话 可以在我们公众号 就是同样的频道名太太乐里面 呃 我会 后面我会定期发一些 这样的一个 一个 算是帖子吧 公众号文章吧 然后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因为我我现在看公众号会比较多一点啊 因为相对来说 他比较呃 比较私 私欲一点 就是呃 人大多数还正常一点 就提的问 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我去 而且我还愿意回答 嗯 不像有些 如果 包括有些很宽泛的问题啊 我觉得就 我很想回答 但是 你得花很长时间去回答 对吧 然后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我不能去 嗯 信口开河吗 我希望我回答的每一个问题都 相对来说 精准一点 呃 不要去误导 误导很多人 就像 有些人就是为了会拨流量啊 会说 哎 千万房子很便宜 这个便宜是 怎么的概念便宜 比如说 我们刚开始做看房日记的时候 比如说一栋小别墅啊 一百万啊 八十万 那有些比如说 啊 像上海 北京啊 一些 北上广深啊 那些城市的话 会觉得哇 好便宜 但是的确下面有很多人留言说 哎 这个房在我们老家 可能造一下只要二三十万 对吧 所以每个人去定义的这个便宜 嗯 看的东西不一样了以后 你对这个词的定义也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大家问问题也问的精准一点 然后 我回答问题也尽量精准一点 好吧 然后今天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 下一期 下一期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自媒体 虽然说我一直把自己 我定义为一个自媒体人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算自媒体人 我连评论都不看 我怎么能算一个自媒体人 但是我看现在很多的 啊 媒体 有很多问题吧 但 我们到下一期跟大家聊吧 好吧 然后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